哈利利好 我們祝贏了再來平安 哈利利好 各位小姐 大家平安 我們今天晚上要用到 一四人的遜風 都放水流 就是這個祭西伊利 作為我們 鼻祝的一個感慨 今晚要用畢生服飾 赴東流 祭祀以利作為我們的見解 這個報道在 葛珠城市十五中五十八十 他是這樣跟我們說 葛珠城市十五中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節 他有跟我們說 我們為主的路口 我們為主的老虎 你所做的工 這都沒道理 我們所做的工都不突然 你要知道 聖經裡面說的都是基礎好的 聖經上所說都是好的 就是說你今天有進心進力 進行在學生 你所付出的都不可能 如果我們精心盡心盡力 來服侍神 我們所付出的都不會突然 但是 家屬我們今天在我們的 一份上你所做的 不是這樣 如果在我們的職份上 所做的不是如此 好 就像我說的 教會 教會 就是要造就人的地方 教會應該是要造就人的地方 但是教會有時候也會使人跌倒 教會有時候也會使人跌倒 當然有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會使人跌倒當然都是人 會使人跌倒的也一樣是人 就是主政者使人跌倒 就是主政者使人跌倒 也就是主政者使人跌倒 所以也有信仗跟我說 也有信徒跟我說 也有信徒跟我說 我們這個很紅看不下 這樣我們讓人家很看不起 說我們來教會 把那些節目領完 哈利尾 他說連真幹就沒有給我們看一看 我們對食物人員說哈利尾亞 結果人家連正眼都不瞧上一眼 我說 啊 可能他氣比較長 眼睛比較慢 剛才都不知道 也許他耳朵發沉 眼睛昏花 所以就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剛才沒聽到 也剛好沒聽到 你說沒有 那倒不是只有一次 因為也不單只是一次 是 這樣就有問題了 也不是 如果這樣就會有問題了 不是嗎 他說 我們有一些意見跟他表彈 完全沒有跟你聽 我們有意見要表達完全不受理 意思是說 你這個意見 這算只有人才會這樣想 你的意見只有笨蛋才會這樣想 五人才會這樣想 傻瓜才會這樣想 如果我採納就跟你一樣的智慧了 啊 所以 不會採納 不會採納 講對你說 你說你的 哇 欸 這樣 會讓人跌倒嗎 這樣會不會使人跌倒呢 當然是會啊 當然會 喔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照理說 近對亞洲的人 你不管擔任什麼事 我們是都依著福人的心態來做學生 照理說 跟從耶穌的人 都是要以福人的心態來服侍 喔 啊這 福人就是要留和卿美啊 福人就是要柔和謙卑 不是高高在上的 不是高高在上 不是高高在上 但是我們知道 有的人 喔 在參與遜峰的過程裡面 哇 怎麼漸漸變成 有人在參與侍奉的事情上 慢慢的變質 喔 這本來 很謙卑的人 本來很謙卑的人 欸 以後說 你做是叫人對他要更謙卑的 最後卻變成 希望別人對他更謙卑一點 欸 因為他說 我現在就有主力了 我已經有資歷了 喔 我看多了 我看多了 欸 就是這樣 所以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同 所以我們今天要用以利這個人 他要讓我們成為一個很大的感慨 所以今晚要用以利這個人 來成為我們的見見 這個以利的時代這是一個亂世 以利的時代是個亂世 但是這個時候是要用以利啦 神要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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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公開這是可以展現他的報復 他的災靈的一個機會 這是一個能夠展現他的報復才能的機會 這個以利這是阿倫的驕孫 以利是亞倫的子孫 所以這是架統的這個祭司喔 是正統的祭司 喔 所以是三分裏紀雄一周九十就跟我們說 祭司以利 所以在三分裏紀上第一章第九節 就告訴我們祭司以利 因為齁 祭司一定是利味人 祭司一定要是利味人 利味人不一定可以做祭司 利味人不一定能夠成為祭司 所以就是說要阿倫的驕孫才能夠做這一次喔 一定要亞倫的子孫才能夠成為祭司 當老告這個三分裏紀雄的四張十八才跟我們說 他也是一個祭司喔 在三分裏紀上四張第八節也告訴我們 十八節一樣告訴我們他是個祭司 這個四張十八才說 他做一些祭司四十年 在四張十八節告訴我們他成為大當祭司 四十年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以利是一個宗教和政治的領袖 所以以利是一個宗教和政治的領袖 所以共產黨如果好好做 如果他好好的做 這可以有一番的作為 就能夠有一番的作為 所以政治和宗教都落在你的手頭 政治和宗教都掌握在他手中 所以你看後來這些做王 他是政治上的王 但是他參這個憲罪的事情 他也說這我自己來就好 後來有當王的 這也是在掌握政治 他想要獻祭也是不行的 他想要模仿祭司獻祭 想要自己來 但是這時候規定不行 神是規定不行的 你說如果沒有人以前三個禮不是 都一把爪 這個以利不是人都一把爪 以前的三個以利都是得個一把爪 政治宗教都落在他的手頭 政治和宗教都掌握在他們的手上 但是在說那時候是那時候 但當時是當時 現在神已經把你清楚規範了 但是現在神已經清楚的規範 當然就不行了 完全不行了 所以神把你定規範 說不行 當然你就不行這樣做 神定下規矩不行就是不行 就是說在規範之前你所做的 雖然規範的規範 但是那時候規範的還沒辦 沒有了 在規範之前雖然違背了規範 但是在規範頒布之前 當然這樣就比較沒罪 這樣是比較沒有罪的 所以都有一個行 有定一個時間性 神都有定下一個時間 可惜這個以利是失職 可惜以利是失職 他沒有把握機會來發揮他的因素 他沒有把握機會來發揮神給他的兒子 所以我們要說的 他的遜風為什麼都會放水 為什麼他的侍奉會放水流 第一個部分是他在工作上的失敗 第一點是他在工作上的失敗 就是說他在這些工中 他沒有做好 在祭司上的工作他沒有做好 他說這次是要教導百姓入法 祭司要教導百姓律法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看什麼技術第一章 我們來看三陸劑上第一章 十三十十四章 十三節十四節 原來那時候心中不動 雞湯水流沒有出什麼 這樣以利拿走他喝酒水 以利對於說你要水到頂時 你不應該喝酒 你看看 這個以利拿走那時候吃酒水 還在這個店裡面在記錄 以利為哈拿酒醉在店中祷告 所以跟他說你要水到頂時你不應該喝酒 勸告他不可以喝酒 其實在其他的一些資料現實 在其他的資料顯示 對於我們當時的伯父 有人醉酒一樣來到新的店在記錄 有人醉酒一樣來到神的店前祈求 這以利的態度是什麼 口氣又很流行 說怎麼不通啊 以利的口氣還非常的柔和來勸勉他 欸 教理說應該怎樣 照理說應該如何呢 欸 他有將或這個政治的管制喔 他有掌握正式的權勢 欸 我告訴你 你只做宗教領袖 那是沒用的啦 只有宗教領袖是不夠的 欸 那是什麼 沒有人在插他 你如果沒有管才不是 沒有權是沒有用的 喔 那都可以用道德勸說 只能做道德勸說 你如果有政治上的管 如果有政治上的權力 你就有審判權 就有審判權 那審判權 還可以對你這麼客氣喔 審判權的話就還能這麼客氣嗎 來 我們看 米市米要怎麼處理 我們看米市米要怎麼處理 米市米記十三章 米市米記十三章 614日 614月 米市米記十三章 我們看第四節到十一節 米市米記十三章第四節 米市米記十三章第四節 先是門牌管理 我們新電腦庫房的 蔡西伊利阿室 參加旁邊的結婚 就為他準備一間大間的房子 就是將前受尊 受罪如好企業跟教育明明 共濟利美人掛照 想問的 我國新酒到有十分之 並為蔡西基責的房子 那個時候我沒在那六十年 因為巴米倫王 阿達西西三十二年 我回到王家 過了很多日 我向王親家 我來後 也就設定六十一年 阿室為 多比媽在新的殿以來 有秘書的那一家惡事 這就不應該給他 他說我真猛 就把多比媽一切的家具 按家裡都彈出 凡夫人結成這個房子 還要將新電腦庫房子 跟所有的嚴重又搬進來 我去利美人所說這個分 沒有人供協 他甚至供這個利美人 跟官邱的 都國本 回到自己的餐廳 我就來提出這些官僚說 為什麽利器神的點 我就教主利美人 給他們 照顧 來供給 來 在這裡我們看到 明虛米 他是怎麽做 林昕明怎麽做呢 這個伊利亞是當然 他在算大祭司 伊利亞十是大祭司 所以他有管啦 他有權 所以 他以權謀私啦 以權謀私 用他的官勢來 來實現 他自己心中的一些事業 用權力來滿足他自己的私欲 因為這個 都比亞這外方 他參與結親啊 因為都比亞和他結親 所以齁 這個本來的人 這個聖殿 這個房間 這個整個要做什麽用途的 原本聖殿的房間是有規劃的用途 結果齁 他都把它清空 他把它清空 給這個 都比亞他們來用 讓都比亞來使用 對 這就是在你的結婚上面 不中啊 就是在職份上不中 啊請求這款的 你要怎麽處理啊 像這樣子的要如何處理呢 就要像人人蜜蜜 就要像人蜜蜜 蜜蜜蜜 蜜蜜有什麽敢 為什麽他敢呢 因為他是生長 他有經典習慣 他是省長也政治上的實權 他就把這些 這個多比亞 這個外幫人 他的家具整個都把它放出去 就將多比亞這些外邦人 的家具都丟出去 你今天如果是總教領袖 你怎麼敢 如果是宗教領袖 你敢這樣嗎 蛤 我跟你說 你把它放出去 他平常會來看暴力 如果你這樣做 會遭到人家的報復 欸 對 用勃力對待你 被暴力對待 喔 所以 蜜蜜蜜 是沒在信你這頭 馬上有家具把你放出去 但是 蜜蜜蜜他不怕 馬上將他們的家具丟出去 欸 因為他是生長 因為他是省長 再來 這蜜蜜蜜蜜 跟這蜜蜜蜜蜜 哇 這些蜜蜜蜜 這些蜜蜜蜜蜜 和歌唱的沒有薪水可領 欸 你說這蜜蜜蜜就是師班 就是師班 哇 啊 啊 他們付出了但是沒有所得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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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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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俗用 有人利用權力來抹取私利 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都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說的 人都是在屬風中漸漸變質 人都是在事奉當中慢慢的變質 所以這就是我說的 這是你學生時 最後你能得到神的獎賞 服侍神最後能不能得到神的獎賞 那不一定是不一定的 哦 因為什麼 你做得越久了什麼 不對的事情做得越多 做得越久 措施也越容易犯錯 哦 做得這個不對的事情 算太多了 犯錯也越容易越來越多 哦 對 所以這都是 真做我們的經驗 這都是要成為我們的警醒 哦 所以哦 以我們今天來說 以我們今天來說 我請大家說的 我們這個 接待的 不是要車在後面採電波條 接待的人不是只是站在後面 我請求電線桿站在那裡做標杆 不是像電線桿立著當標杆 不是哦 你就是要 要觀察 要注意 就是要眼觀四方 哎 哎 要看什麼 要看什麼呢 哎 如果沒有下來 我們怎麼會注意 如果沒有下來 要跟老資料 要接待嘛 哦 遇到木道者 要接待他們 哎 所以他留資料 是不好的 哎 啊 果然 如果真的 輕重說這個 哎 他那裡吃酒嘴 說要來做會 可以嗎 啊 如果真的 醉酒 能不能來聚會呢 我現在是說我們的信徒 如果我們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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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酒嘴 可以進來教會 煮會嗎 如果他醉酒呢 能不能進到會堂來聚會呢 我說接待的會敬念 啊 接待的責任 不是給他掛出去 就是要將他趕出去 愛男處理 如果他不出去呢 報警 報警 因為 這種就是殺毒性啊 這是褻瀆神 哦 你吃酒嘴 還要來教會嗎 喝醉酒 怎麼能夠來教會聚會呢 過去我們教會 我們聯合報道會 過去在教會有聯合報道會 哎 我們有信仗喔 他以前吃到 整成功都吃虧了 有信徒醉酒 全身都是酒氣 哎 我們報道會 前前求聖靈 他也早來在求聖靈啦 在求聖靈的時候 他也來到前面要求聖靈 結果買手 就是受蝦靈 後來受到邪靈的侵害 哎 所以他爛爛爛爛 就在那邊亂叫 對 所以就要給他掛撒蛋 還要趕撒蛋 這都是喔 真不敬錢的這個表現喔 是很不敬錢的表現 所以這也是 就我說的 要發生這個事情 也是接待的 沒有注意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也是因為 接待沒有注意到 你 他不用進來 你批到他身後 有酒味你就不能進來 你問到他身上有酒味 就不可以讓他進來了 這根本就不應該來參加指揮 這個不應該要來參加去會 這種就是對神不尊重 這是對神不尊重 好 問題在這裡 好來 第二 他第二個失職的地方 他第二個失職的地方 他在工廠上身的年糕已經退化了 他在工作上與神的年糕已經退化了 我們將近要斷絕了 將近要斷絕了 我們看三日記上三章一戰 請看三末三章第一節 他說 他說 要信 沒什麼要說話 神不太愛莫事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做得不好 神不要跟你說 做得不好 神就不想說了 所以 神 他的經過 有時候就接著神靈來跟你經過了 神的警告會藉著神人來警告 喔 所以在二週二十七節 二十二章第七節 對 第二週二十七節 二章二十七節 他說有神靈來建伊犁對他講 這神靈 奉神的支持來把伊犁經過了 有神人來建伊犁來警告他 本來是神要接到這個伊犁來警告八聖 本來神是藉著伊犁來警告百姓 嗯 啊現在刷神刷另外 還在派人來警告伊犁 啊 反而是神另外找神人來警告伊犁 所以他跟國書四張八節神是這樣說 各書四張八節神怎麼說 他跟我們說你如果親近神神會親近你嘛 如果親近神神就親近我們 啊你就不親近神神到要參與你說什麼 啊不親近神神怎麼會很很我們說什麼呢 嗯所以哦 我們要須刻我們自己 好我們要思考我們自己 好第三 第三點 這個伊犁喔 伊犁沒有分飛了 看不清楚啦 伊犁的眼目昏花看不清楚 來我們看 什麼東西去上三張禮戰 啊什麼第三張第二節 他說有一個藝人睡在自己的地方 藝甘木昏迴看不見面 其實聖經在描写的時候 聖經在描写的時候 就證明表面上看起來是在描写 藝甘木昏迴看不見了 表面上他 聖經上一方面是說 他表面上眼目昏迴看不清楚 用於蜜蜜蜜蜜 因為他年紀也大了 但是他這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他聖經的眼睛也是看不清楚 另一個意思就是指他 蜀蜜蜜的眼睛也看不清楚 所以他將這個 撲出的基督老眼睛的瘋子 看作是賈酒醉來接鼻 他將過切流淚祷告的瘋子 當作喝醉酒來責備 這就是錯誤的判斷 這就是錯誤的判斷 但是他對著自己的兒子的惡性 但是他對於自己孩子的惡行 看起來就說 那不然要嚴重 說說就好了 好像覺得不是那麼嚴重 所以在生命紀22週 22節 在生命紀22章22節 這神有規定喔 神有規定 神有規定 你參加婦人人怕淫亂 這是要逼死的喔 看婦人心淫亂是要自死的 結果他的婦人怕淫亂 那敢不敢逼死啊 結果自己的兒子心淫亂 卻沒有這樣要自死 只是說不通這樣啦 名聲不好啦 只是告訴他 不可以這樣子做 因為對於民生不好 如果像我講婦 如果沒有那個牌名聲這樣做 沒關係 意思就是說 如果沒有影響到民生 做了也沒關係 那環境也沒人知道 反正沒有人知道 齁 這其實不是這樣耶 其實並非如此 所以我請大家講 這本聖經不是 要寫給基督徒看的 聖經不是寫給基督徒看的 是要給全世界的人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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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要不要看 主要說說 將來 這本聖經的位 要審判世間 將來這一本聖經的話 要來審判世人 這本聖經的位 是神的位喔 聖經的話就是神的話 神跟你說 什麼不行 你如果去給他違背 神告訴你 什麼不行 如果你違背 這就是妙是神的命令喔 這就是藐視神的命令 你如果妙是神 神是十對 不可能等你耍 如果藐視神 神也不會放過你 所以你看看 他敢不分輝 但是 他這個時候說 他敢不分輝 這個時候的意義也 九十八歲 這個時候的 以你九十八歲 岩木君花 但是 摩世人在神明記 三十四周第七戰 摩世百二歲 說他眼睛不分輝啦 但是在聖經經三十四 四張 三十四張 第七節 他一百二十歲 卻 不會眼目昏花 喔 他怎麼說百二歲 甘寶又不分輝喔 這整齊得很好喔 精神 也很好 還有法度 爬去尼泡山 還能登上尼泡山 爬一個 可以說超過一百歲 有十條爬山 有哪個人超過一百歲 還能夠登山 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 所以摩世這真的 他說的 是說他在我全家盡量的 神說 在我全家盡忠 所以 最好說的 馬太福音十五小時十四十 跟我們說 最好說的 馬太福音十五小時十四十 主要是在馬太福音十一五章十四節 他說 這個人家盡量的 他如果肯不分輝啦 領導者如果帶領人眼目昏花 這樣齁 這青梅的草青梅 這位都好看你 蝦子帶著蝦子都會掉到坑裡 這很危險 是很危險的 這是他在工作上的失敗 這是他在工作上的失敗 第二部分是他在家庭上的失敗 第二個部分是他在家庭上的失敗 第一部分就是他在家庭上的失敗 第一部分就是他家庭上的失敗 第一個小點就是他的兒子在憲罪上面來犯罪 在家庭裡面的失敗 第一小點就是他的孩子在獻祭事情上犯罪 那個人也沒憲罪 他這個肉看到他就要唱要哀 在人家還沒有獻祭之前 他看到喜歡的肉就搶下來 他知道這個事情他沒把他嚴慮處理 他知道這樣的事情卻不嚴厲的處理 我說的 他有宗教 宗教他是宗教的領袖 也是政敵的領袖 他是宗教的領袖也是政治的領袖 所以我就說的 我們今天 教會我們都是只能當道德勸說 今天教會我們都只能夠做道德勸說 因為我們是宗教上的寬面 我們是在宗教上的勸勉 你沒有政治上的習慣 然後再來他的家庭到我失敗就是 他的兒子反感人 他也沒有把他嚴慮處理 第二點他的孩子犯了監營 他也沒有嚴厲的處理 都跟他說不通了 只是告訴他們不可以這樣 所以 他知道他的兒子做妾 要來作修咒 知道他的孩子作孽 但是 而且遭到咒詛 但是 他沒有禁止 他卻沒有禁止 所以 三文字記上三章十三章 所以 三文字記上三章十三節 他說 我們看三文字記上第二章二十九節 好 他說 他說 最後來他說 為甚麼來吞搭 你為甚麼吞搭 尊重你的兒子超過 尊重我 所以 這神的祭物你把他吞搭 他踐踏神的祭物 尊重兒子超過 尊重神 他的兒子過於尊重神 哇 所以這是他家庭教育的失敗 這是他家庭教育的失敗 好 所以 神說他這種結局是甚麼 所以神說他這樣的結局是甚麼 我們看三文字記上三章 這個十三節 我們請看三文字記上三章十三節 他說 我跟他說 這次英文章法 跟他的家 神的行法 說英文章法在他的家 神的刑法會永遠降到他們的家 他這樣做 我們說有甚麼影響呢 他這樣做會有甚麼影響呢 因為 他沒有警告他的職員 因為沒有盡到他的責任 他兩個兒子 為非亂做 他的孩子為非作代 所以 他的影響第一部分就是 八成信用的退落 所以他造成影響 就是使得百姓的信仰墮落 我們看二章十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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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這兩個年輕人在做的 在家庭的面前是有很多人 因為他們廟是家庭的借名 這小禮的誰說 這人就不想來憲罪了 小字就寫說 人也不想來獻祭了 他有什麼 這律法規定的 你做祭司就沒有在遵守了 那不是 因為祭司都沒有在遵守律法了 你說 我們拿腳手的人 大家都來遵守律法 反而要求百姓要遵守律法 這有可能嗎 這怎麼可能呢 你自己沒有要遵守 叫別人遵守 自己不遵守還要求別人遵守 就請求說 我們在做家庭會叫小孩說 我時間到了 還不肯去組會 時間到了要趕快去聚會 這小孩把我們老婆說 爸爸 老婆你怎麼還在看電視 結果孩子還對爸爸說 你怎麼自己還在看電視呢 他說 他說我都聽過了 你還沒聽過 你要肯去聽 因為傳統講的 我聽過了 你還沒聽過 所以你要去聽 那小孩怎麼會乖乖來聽 這孩子會乖乖的聽話嗎 當然不可能 當然不可能 所以喔 他離開村來 活躁會怕電動 所以離開家裡就 跑去玩了 欸 不 靠人家說你會乖乖來聚會啊 怎麼可能會乖乖來聚會呢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你自己 如果不做好模範 小孩不可能會照著做 如果不做好 我們的模範 孩子也不會跟著做 所以 保留是怎麼說 所以保留怎麼說呢 我們看哥倫多前書 八章十三節 請看 哥倫多前書 八章十三節 哥倫多前書 八章十三節 哥倫多前書 八章十三節 所以 實物 如果叫我聚在拔頭 我就永遠沒有吃肉 不用你叫我聚在拔頭 所以保留說 如果吃肉 給聚在拔頭 這樣我就不要吃 如果我吃了肉 使得弟兄 弟兄跌倒 我就 不吃肉了 如果要爛的我們說 拔豆主委那拔豆我吃我的 如果是我們呢 也許我吃我的也倒是別人的事 好 我們再看個人多前書10張 哥林多前書第10張 我們看31節到33節 31節到33節 所以你們給吃 給喝 無論做什麼都要為了英雄神來走 無關是猶太人 因為你人實現的教育 你們都不能讓他拔豆 就像我凡事都叫眾人 歡喜不求自己的役處 只求眾人的役處 叫他們得救 所以保羅所求的就是什麼 讓別人可以用這個福音來得救 保羅所求的就是 要使人因為福音而得救 所以無關吃飲 還是做事都要營養神 不管吃喝或者做事情 都要能夠榮耀神 如果無能要神的事情你就不要做了 若不能夠榮耀神的事情就不要去做 所以主要說是怎麼跟您說 所以主要書是怎麼說呢 在馬台會用十八教第七節 在馬台會用十八章第七節 主要說這拔豆人的有禍 使人跌倒的有禍了 所以吼 這是不好的喔 這是不好的 這是不好的 我們要給我們拔豆嗎 我們會不會使人跌倒呢 也是有可能 你是有可能的 喔 你在教會的遜風裡面 我們在教會的遜風當中 表面上哪像我 喔 都真為神為教會在學生 好像表面上是為神會教會來做服飾 欸 但屬實上 你所做的根本就沒有下道理 但是所做的卻不符合到 欸 喔啊再來 所以他的結局就是想要割掉他祭祀的結婚 所以結局就是神奪取祭祀的職份 喔 所以後來應驗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進行這個 這個 這個 團契茶巾 在農記上的二週二十七節 所以他結局就是在 我們團契茶巾的什麼 團契茶巾的時候 喔 在農記上二週二十七節 在農記上二週二十七節 欸 這聖論文來結局阿比阿他祭祀的結婚 啊 所謂他 割除阿比阿他祭祀的子分 啊這個阿比阿他就是 伊利的驚孫 阿比阿他就是 伊利的子孫 喔所以一直到 聖論文的什麼才應驗 所以一直到所謂的時候才應驗 喔 啊再來 伊利他個人和他的家庭都破裂 啊 伊利曼他的家庭都破裂 喔 啊還連累伊利的人戰敗 還連累以色列的戰敗 參伊利斯人的戰爭中間來戰敗 伊利斯人的戰爭是戰敗 喔 所以你看看什麼記上的四週 喔 所以在差不多記上第四章 十十到十一章 十節到十一節 喔 伊利斯人跟伊利人修建 伊利人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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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伊犁算擲倒 當暗棍算死 伊犁跌倒之後折斷 折斷 好 我們現在向伊犁這個人做一個結論 我們為伊犁做一個結論 他這裡說 第一就是說這個伊犁做屬出40年 伊犁做了40年 做政理領袖 正式領袖 他做40年他算什麼 是沒有紀念 他這40年神沒有紀念他 他除了做叔叔他還做祭司 他除了是祭司也是祭司 伊犁到底祭司做多久啊 祭司當了多久呢 其實這很好算 這很好算 因為 伊犁人25歲要來學生工 如果 伊犁人他25歲就要來學習 做學徒啊 學徒 30歲正式服務 30歲正式服務 一直做正常是做到50歲退休 正常是到了50歲可以退休 但是我現在跟你說 那是一般人 這是一般人 這是一般人 將管家都是抓住這個管制不放 掌權者都是抓的權勢不放 人家跟你說我做喔 我做到4 讓我做到10為止 所以 那讓他做到4 他按30歲做到98 如果他從30歲一直到98歲 這樣他做多久 大概多久 這樣就做69年 大概69年 我現在說的是一般人 50歲都要拿 正常人 50歲就要退休 對 那如果將管的呢 若是掌權的呢 我 這整個都是會兒 要負責的 我是都沒有負責 規定的規矩是讓 下面的人遵守 自己不用遵守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子 對 這 抗壓力管制的主義以後 就都不放了 找到了全市的職位之後 就不想放棄了 所以 他假設 他如果是真的這樣做 如果他真的是這麼做 他做這次就做了69年 他當祭司69年 喔 就是這樣喔 所以 你看想 不管他正在領袖做40年 做這次做了69年 不管是政治的領袖 我當了40年 祭司做了69年 這樣有用嗎 這樣有用嗎 在新的面前 一點就都沒有用 在神的面前一點都沒有用 所以 他是要跟我們說一點 所以 告訴我們一點 這個工廠做好比做緊固更要緊 將工作做好比做很久還重要 喔 所以這才是重點 這才是重點 所以 這份信仰也是這樣 這份信仰也是一樣的 我們今天 你如果好好的信 好好照著做 我們好好的信 然後遵守神的命令 你好好的去做 好好的做 比你信很久更要緊 比你信再久還有用 喔 這更重要 還重要 第二 就是說性君也要跟你說 你如果表現不好 如果你的表現不好 這個信仰是沒有跟你看過 神不會愛惜你 他沒有跟你愛惜 神不會愛惜你 好來我們看羅馬書11章 請看羅馬書11章 羅馬書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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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11章我們看17到22章 羅馬書11章17到12章 17章 17章 我許就是 踐rest chop 我 演用 外奸 拍攝 dispos 客人 骷顏 不一定都要哭泊 神祭人不愛笑 原來的祭也比較不愛笑你 可見 神的音族跟嚴禮 向半島的人是嚴禮 向你有音族 只要你當舊在他的音族裡面 否則你也是一樣的 比車都要 所以他借大家就是要跟你說 這裡告訴我們 你若不能持守神的概念 若不能持守神的介面 你沒有尊守神的位 不遵守神的法 其實神有難不跟你愛笑 神也不會愛惜 所以這些人比磅山 以色列人會被放棄 神的磅山人不會 神會不會放棄人 都能嗎 當然是 他們在抗爭為不神 才會拿兵器 這超過60萬都死在抗爭 放在礦野被逆神 拿兵器的有60萬都死在抗爭 沒有一個可以鎮加藍地 沒有一個能夠進入加藍地 你說什麼 神都不會放棄人 神怎麼不會放棄人 你不受教 你不受教 你不要聽話 不聽話 你同樣背影 要背影 神就把你放棄了 神就放棄你了 神就放棄你了 他根本就不愛了 神就不要 再來 這個結論就是說 這座的都會連累 最排會連累 不但你自己受到生的行為 不但自己受到什麼刑罰 家族也受到拖累 家族也會受到拖累 所以神對醫理教的駐座 就是說 他的家族都會死在中年 所以你家受到生的奏群 都會死在中年 人可以多久 你沒有中年就死了 一般人的活久一點 但是他們家中年就都找了 所以我告訴你 你如果做醫理的驚孫 你像人家 貸款沒有人敢代理 都是醫理的子孫 沒有人敢借你錢 又有什麼 沒有啊 你不知道在人家就要死了 沒得好 搞不好什麼時候就不在了 都要回來 所以你只要貸款 就沒得貸款了 光是要借錢都借不到 所以 這就是做的年齡 這就是做的年齡 所以我們今天用醫理 因為一世人的遜風 其實都是放水流 理理醫生的遜風都是放水流 這真是我們的感慨 成為我們的見見 所以做好比做緊固更要緊 做得好比做很久還要重要 這是真是我們的一個體制 成為我們的提醒